新年倒数近在眼前 备受全球瞩目的纽约时报广场 跨年庆祝晚会当中著名的水晶球 在这几天换上新装 球上的192片三角瓣全数更新 虽然疫情搅局 今年时报广场只开放1.5万 持有疫苗接种证明的人进场 但是纽约客们早已等不及 把过去一年抛在脑后 一向在纽约行之已久的跨年传统 邀请人们将想要丢弃的回忆销毁掉 往年活动用的是碎纸机 但今年干脆直接点火 把过去的负担全烧掉 接下来的跨年庆祝 就算因为病毒而不尽人意 但也因为疫情变得别致意义 环宇新闻刘倩文总和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